Lady g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叔山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游戏空间 快打旋风这个游戏 真的是我最早接触的一款游戏了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80后 我是85年的 那么当我第一次接触游戏 快打旋风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只有四岁 因为这个游戏本身就是 89年出品的游戏 所以说 我进游戏厅的时间比较早 四岁就去了游戏厅 那个时候我个子 还够不到游戏的手把 所以说游戏厅的人呢 就给我拿了个小凳 我就站在小凳上去玩这个游戏的 那么今天呢 为大家带来的是快打旋风的速通 正如我给大家说的 这个游戏是我最早接触的游戏 那么 对这个游戏的 理解度啊 喜爱度也是很高的 那么这个游戏的速通呢 其实 难点很大 运气成分占整个比重的70% 因为大家知道技术这个东西 是可以通过后天去练的 但是运气这个东西 你当场 这一场的这个表现啊 都是由运气来决定的 那么今天呢 把这一期的视频带给大家 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快打旋风速通 我的这一次速通 打出了我生涯里的最快记录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的技术器在屏幕的右上角 已经开始计时了 虽然可能说我个人的这个记录呢 不是最快的 但是呢 对于我个人来说啊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游戏的速通理念 这个游戏的速通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脱兵战术 比如说把敌人砸倒之后啊 我们可以利用快速的过板啊 去脱掉身后的敌兵啊 因为快打旋风这个游戏本身 它就 它的设计啊 就比较无双 就是我们可以引出大量的敌兵一起揍 它不像很多的游戏啊 它每个场景出兵 固定的数量是三个到四个 杀完了才会再增加新的敌兵 但是快打旋风不一样 它可以向前贯通一个很长的一个场景 可以把所有的敌兵全部引出来 那么同样的啊 速通的话 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因为你把敌兵 大量的敌兵都引出来了 所以说你这场战斗呢 就要面对更大的风险 快打旋风的速通人物 只有白人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手去打这个速通啊 都是用的白人 因为白人这个角色呢 它是快打旋风这个游戏里面 属性最平衡的一位 不管是移动速度 还是攻击 伤害都处在中等 那么因为快打旋风这个游戏 它是没有跑动的 它只能靠这个走路 所以说它的移动速度 决定了可以过板的快慢 那很多朋友会说 那红人的速度最快啊 为什么红人不适合于速通呢 那是因为红人的伤害太低了啊 二关的boss 这个boss也是我们小说的噩梦啊 打他的方式呢 他倒地之后起身 做一个跳下压 然后你就可以轻松去抓到他了 因为这个boss 他本身对这个拳脚的防御力是很 防御是很高的 最终拳脚打他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伤害 我的这一场呢 是在直播的时候打出来了 好多朋友都说 我用光了所有的运气 我个人觉得也是 因为在很多地方呢 都有一些 一些失误吧 曾经在打速通的时候 我也有过这样子 类似的这个经历 但是每次呢 可能也是因为运气问题 在某些地方都会翻车 因为咱们国内对于速通的记录 认定是必须要一命通关的 跟老外不一样 老外的速通呢 是只看时间啊 在1B的情况下 只看时间 1B有三条命 也就是说你可以卖两命 来争取时间 但是我们国内呢 的对于速通来说啊 只认一命通 你就是打得再快 你死一命 你的成绩就作废了 所以说之前 打得很好的时候啊 突然一下翻车 对心理上造成的那种 很很大的创伤啊 很难平复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为什么 会频繁的利用后跳啊 这个跳跃为什么要后 倒着跳呢啊 正如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这个游戏是不能跑动的 那么后跳呢 会增加一些空中移动的距离 后跳的距离 要比正跳的距离 更远一些 在过板的过程当中啊 可以快速的移动 以此来甩掉身后的敌兵 这个游戏的速通呢 有没有一些套路呢 那肯定是有的 包括你不打速通的话 这个游戏的套路也是很多的 比如说这里 那么我们面对两个 加强版的大撞 他们起身之后啊 都会有一个短暂的无敌时间 那么如果你起身 就和他站在一起的话 那肯定是会被打的 所以说掌握一个攻击距离 这个距离呢 就是我站的这个位置 Boss起身呢 会有一个停滞的动作 就是他起身 会有一个自然无敌 但是他这个距离呢 他又不至于让他打你 等无敌时间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对他进行第二轮的攻击 这里把敌兵往后砸 砸完之后呢 迅速后跳 那么可能会有移动速度比较快的 比如说这个红头发的女孩子啊 他就会移动过来 因为他的移动速度比较快 这里我们先把Boss引出来啊 引出来之后呢 连着Boss和小兵一起打 Boss的血量到达一管血的一半以后 他会掏枪啊 只要跟他贴身黏住他 不要让他离远 他就开不出枪来 7分 7分40秒的时间啊 完成了游戏的前三关啊 那么 这个游戏的速通的 就是平均时间啊 就是国内比较快的玩家啊 平均时间大概在19分左右啊 19分 20分左右 所以说前三关的时间呢 只用了7分多啊 那么后面十几分钟的时间 全部用在后三关 因为后三关整体的难度 还有这个游戏的流程 都会比前几关的难度 和流程要大长啊 也要大 这里呢 因为开场啊 因为一些小的失误啊 也是因为个人的一些游戏的习惯 就是被打啊 不AB 导致了空虚 当时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的紧张 好在这里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误 前方呢 会有两个补给 这边呢 对于速通来说啊 这不是一个关键的场景 小兵 是没有时间打的啊 你要去打小兵的话呢 这个地方肯定是时间会用的很长 这里出现铁头之后迅速后跳 利用右边的敌人 砸倒左边的敌人 这个血量呢 已经非常危险了 好 最后一下抓住大长往左一扔 把身后的敌人砸倒之后 迅速的向屏幕的右边逃离 除了一个胖子以外 其他的敌人全部被我脱掉了 这里注意看啊 大家注意看 站位站在哪个位置啊 站在 向下属的第二条线 这个位置 就是敌兵出来的位置 包括身后的火瓶兵 都是这个位置出现啊 这边把敌人一波流带走 就可以上电梯 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说 啊 你这个速通 你在玩命啊 玩什么命啊 说的没错 速通就是玩命 可能打100把 也就是一把 同样的流程 同样的打法 但是恰恰那99把 你就翻车了 运气让你过 你就能过 运气不让你过 你想过也过不了 这是为什么 我们很多的这个速通高手 他们都是一遍一遍一遍的刷啊 最终刷出一个最快成绩 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 因为打速通 我们打的这个线 就是实战啊 它是没有再来的机会 可是屁了就得从头来 这边把所有的刀兵打完之后 boss刚好下来啊 等它落地 直接摆拳 快打旋风 一共有两个奖励关卡 第一个是杂气车啊 第二个是杂玻璃 这个场景呢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杂玻璃呢 你要站在玻璃的中央处 不然这个玻璃是杂不烂的 可能兄弟们 今天听我的解说啊 声音会比较小 因为大家看我的视频可能是白天啊 或者是晚上啊 那我现在录视频的时间是半夜 凌晨2点45分 所以我的声音比较小一点啊 希望大家见谅 兄弟们听不清的 可以把你们的这个音量调得高一点啊 快打旋风这个游戏啊 给人感觉就是 会有很多的一些 敌人的一些埋伏点 比如说这里 这里就是纯胖子点 会有八个胖子 分两个波次 向你攻击 那么如果你不熟悉 他的这个攻击方式啊 他出来的位置 会被他撞的体悟完肤 这边有两个大撞啊 抓住右边的往左扔 来这样的话 可以把他们甩掉 还有一波滚筒 前方这个场景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 前方我们被 把他说成小妞阵啊 因为这个地方呢 如果慢慢走的话 会要打很多很多的敌兵 那么速通就不一样了 速通就是快刀斩妙麻 快速的过板 直接跳到厕所 前面就是厕所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游戏的背景 会有很多的涂鸦啊 那这个游戏的背景 就是在80年代左右的美国啊 那会儿嘻哈文化 很盛行啊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这些装扮啊 都有很多的嬉皮式的感觉 晚上不回家 都在公园里 升个火炉子 拿个铁桶 升个火炉 然后一起喝酒 一起唱歌啊 嬉皮式 这个家伙呢 叫我们喜欢叫他金刚啊 其实他穿的是皮夹克的 我们还有朋友喜欢叫他铁皮 因为打他 打不透啊 他有防御力的 在刀手阵之前呢 这个场景也是非常关键的 速通的话 要一轮跳过去 直接跳到刀手阵 刀手阵呢 这个地方有八个刀兵 也是分两个boss 白人这个角色 他最大的一个优势啊 就是可以把小刀 作为近战武器使用 小刀的速度很快 而且伤害也不俗 尤其是对于这个刀手 这样的角色来说 是很致命的 好的 本关的boss阿比盖尔 一个很大的一个巨人 穿了个白衣服 发怒的时候身上会发红 这边呢 把小兵拖一下 一个AB打倒 然后迅速后跳 这个手上不能拿刀的 要摆拳 等他走向你的左边呢 在这里摆拳 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自己的左边呢 因为左边还会刷出援兵 这边就可以把援兵一起摆拳 在第二波敌兵出现之前 就把它放倒 准备进入最后一关 快打旋风的最后一关 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啊 小时候基本上在游一厅看到最后一关 基本上身后都围了一大群人看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水平 包括我们手上有的B 不足以支持我们打到最后一关 那么最后一关的开场呢 一套这个连贯的后跳 把敌兵全部脱掉 只带过一些小杂碎 在电梯口呢 这是一场遭遇战 这是无法逃脱的战斗 利用摆拳 压制住敌人 除了一个大壮两个胖子以外 其他全部都是小兵啊 但是尤其要注意这两个 这三个强力敌兵 这个地方如果掉血太多的话 那么对于上方的速通 会有很大的障碍 因为咱们上方的速通呢 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极限的一个环节 相当极限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的这个速通的方式啊 非常的玩命 首先前方三个胖子 他们三个呢 是并排从右向左撞 那么我们利用一个后跳 抓住他 抓住最右边的往左扔 扔完之后呢 在这里利用小兵砸到身后的小妞 在第三个叶子处后跳 引出三个大壮不动 再一个后跳 直接甩掉他们 然后直接跳到火瓶兵 火瓶大队啊 出现火瓶大队的话 大家不要慌啊 这个火瓶呢 只要我们用拳头打他一下 这个火瓶就灭了 千万不要让他炸到地上 炸到地上的话 他会对我们造成火焰伤害 这边进入五轮的火瓶 扔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金刚大队 前方的金刚大队 这里不要练阵啊 不要练阵 直接向前冲 但是身后的火瓶还是帮我烧了一下 不过不要紧 迅速后跳 逃到门边 这一场遭遇战就过了 进入房间内部 先踢倒两个刀手 把刀手往后扔 再踢倒前方小兵 如果敌人追过来了 A B一下 再后跳 前方的胖子阵 直接A B 全部打倒 顺着屏幕下扬往前走 下方的血量打出来之后 迅速吃血逃离 迅速吃血逃离 这个地方 在地毯中央处后跳 一直跳到前方的遭遇战 身后的红色的这个毛毛头出来之后 左边的胖子会出现 这个地方尤其要注意 这个胖子属于这个突击 突进型 他有时候冷不丁的就出现在你面前 撞你一下 很痛的 好的 这场遭遇战打完之后 前方的三个刀手不要练这样 直接抓住右边的往左扔 迅速过板 直接踢向门边 直接冲向门边 引出这场遭遇战的所有敌兵 等待刀手出现 刀手马上就出来了 这一波火瓶瓶扔完 刀手就出现了 打出小刀来 这个地方出现一把小刀 捡起小刀 封板 在没有小刀的情况下 大家千万不要去封板 你会被刀手捅到的 因为他的攻击距离比你远 这个地方利用后跳 快速的过板 直接冲到前面的火瓶大队 那么屏幕的左边会滚出三个滚筒 中间的滚筒会有一个运气成分在里面 它会有一定机遇给玩家带来补给 但是不是百分百的 试下运气 好的 有一个披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英文 吃到一个披萨 血量加到满血 先把刀兵往后扔 然后把大壮往右扔 砸到身后的敌兵 再把这个胖子往右扔 那么身后的敌人基本上全部带到右边 用小刀 压制 压制 压到板边 八人战是我们打快打旋风最头疼的一个场景 也是最刺激的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能一命过关 对于心理上来说是一种安慰 那么前方的就是本作的终极boss 瘸子 瘸子手中抱着的就是白人的女朋友 杰西卡 也是本作的隐藏主角 咱们游戏里面那个市长的女儿 杰西卡 这个游戏的剧情呢 就是围绕着英雄救美 因为这个坏蛋 劫走了市长的女儿 所以说 他的男朋友 男朋友的机友 以及他的父亲 全部上阵 好的 20分30秒 通关 这一次的通关流程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精彩的 玩了这么多年的快打旋风 终于打出了一个我个人的最好记录 因为之前也有记录 之前记录是21分多 虽然在国内可能只能排到前十 前五开外了 但是呢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 磨练啊 个人的一些里程碑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节目 支持我们的游戏 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希望大家点个赞 留个言再走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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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Game over